猛猛的藏獸被繫上狗繩 卻想逃跑 立刻被拉回來跌倒在地 只見洞保人員圍著牠 靠四人的力氣 才把狗扛上車 另一隻藏獸同樣也被抬上去 原來牠們要傷鄰居 被洞保處帶回保護管宿 斬掉四主卻不甘心 來看我的狗 拋問洞保人員 我講難聽 橫沉組都帶著一跳人 帶我家去把我的狗抓過來 你有沒有收手票 情緒失控 硬闖動物之家 對著力頭員工不斷辱罵 我去看你笑我的狗 能不能看嗎 因為之前你沒有照到管控的義務 狗有去咬過的 掩棘到一二十次才掩棘到 就麻醉槍 麻醉糞怎麼做算不到啊 靈性四主飼養的兩隻藏獸 目前被安置在動物之家 長達三個多月 而根據統計 牠兩隻藏獸已經咬傷四位民眾 藏獸是六種危險犬之一 被列為禁止繁殖以及進口的名單 四主沒善盡責任違反動保法 代價就是跟愛犬分隔兩地 兩隻藏獸都被沒入 四主目前提出訴願 希望原處分能撤銷 只是身為主人 卻放任愛犬攻擊咬人 甚至還跑到動物之家 大吵大鬧 脫序行為 也讓自己可能 再也無法接愛犬回家 暫地新聞顧願松林玉鈞 台北總共